各位台灣 大家好 我們這個標題叫做法理眼光 要來看現實的台灣 我們知道我們在台灣民政府來受訓 我們是要了解法理 就是國際法理 就是國際法理 因為你如果用一般我們自己的生活 還是說外面一些那些政治人物 用自己的那種公法 自己的那種想像的邏輯推論 往往都是對台灣的真相會改善 都是失真的 沒有辦法正確解釋台灣的正常的地位 所以我們就要用國際法 建政法 還有一些國際上的公約 來看台灣的真實的面貌 所以我們這個標題叫做法理眼光 來看現實的台灣 我們用法理眼光來看 你可以看到不一樣的面貌 和不一樣的角度 你來看那其實是不同的印象 這兩天的新聞 你一定會說是日本的媒體去給他專訪 他在媒體裡面說日出世界大戰的時候 他是日本人 他在媒體裡面說日出世界大戰的時候 台灣人是日本人 這件事是真的還是假 真的啊 這是屬實啊 要是怎麼說屬實 去讓那個中國人幫你買 就是說就是那個中國人 他完全不想讓你 台灣人知道 你是真正身份嘛 因為你讓你知道越多 他把你統治的這個基礎 就會越薄弱對不對 所以阿非白人怎麼說 是沒有錯啦 所以順這個新聞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是怎麼日出世界大戰的時候 我們是日本人 所以順順我們大家來分析 來 他會白人說 日出世界大戰的時候 我們是日本人 我們那時候在戰爭 我們是為我們的祖國勵奉 我們的祖國就是國 那時候叫做大日本帝國嘛 對不對 所以在日出世界大戰的時候 發生了後 三生了這四個對象 彼此 發生了一些關係 不知道 今天 在我們台灣 有這個走的嘛 對不對 還多一個美國的因素嘛 對不對 不然以前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這個嘛 現在 我們有台灣民政府成立 這就是代表台灣 所以 總共有這 四個當事人 你如果獲得 有這四個當事人 彼此的關係 跟他的身份 他看清楚 你其實對台灣的 這個國際地位 會說對台灣未來的走向 你就有很清楚的脈絡 是不是 你的目標 就會更明確 會更明確 會更明確 我們有時候再出一班 跟一些國際班 在看 我們 簡單來說 日出世界大戰 太平洋戰爭 美國 跟日本 是互為敵國 對不對 這個 他也是 同盟國 蔣介石的代表 他也是同盟國 所以說 對我們來說 對 對 日本來說 這兩個都是他的什麼人 敵人 敵人 那當我們台灣 也是 相當於大日本帝國 所以 這兩個 的身份 對我們來說 是什麼人 就是敵國 就是敵國 你如果想說敵國 那想想看 阿虎爺爺 這樣說 有政客嗎 有的政客 完全政客 符合事實 也是完全符合歷史事實 是怎麼這個會走來 這個會走來台灣 還有現在站在我們頭上 在管 為什麼有這些事情發生 為什麼他會更有辦法管 我們一一來 大家來分析一下 首先 我們可能要先把 一些對台灣的概念 要先 稍微釐清一下 釐清一下 只要用這個 美國以前的前國務卿 鮑威爾 他還在2004年的10月25日 他去北京訪問的時候 鳳凰衛士的記者 給他訪問 訪問說 2004年的阿扁執政團隊 一直在強調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而且有21個國家 給他承認 所以台灣不用再 另行宣佈獨立了 他早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了 那針對這個 鳳凰衛士 跟 鮑威爾 他問這些議題的時候 問說 不然你鮑威爾 你美國的立場是怎樣 針對陳水扁這種宣傳 陳水扁這樣子的主張 你美國的看法是怎樣 鮑威爾他就說了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 台灣沒有獨立 台灣沒有獨立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沒有獨立 而且台灣 It does not enjoy sovereignty as a nation 台灣如果作為一個 nation 它根本沒有擁有主權 它沒有享有主權 沒有 sovereignty 而且這個概念 是美國一直以來的政策 而且是美國堅定的政策 所以 現在對鮑威爾這個講話 你看看嗎 他對台灣的看法 跟中國的看法 其實他們附近是有分別的 他說只有一個中國 那個中國是台灣嗎 是台灣的中華民國嗎 不是 那個中國在哪裡 現在代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代表China的那個國家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世界上只有那一個地方 才叫做China 別的地方都不叫China 但是 鮑威爾的思維裡面是這樣子 但是一般我們的民眾看不見 因為國民黨 他們跟我們洗腦 洗到說 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對不對 你都洗不清楚 洗到自己都不清楚 說 到底他在說的 這個China 是在哪裡 還有很多人會認為說 台灣這就是China 也是一個China 但是 美國的概念裡面 沒有 那個China 就在對岸的中國大陸 那邊叫做China 代表它的一個合法 唯一合法的政府 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台灣 台灣 並沒有獨立 啊 所以 純粹片在說 台灣不用再 訓稱獨立 因為已經有 一些國家 把它承認了 但是 阿扁的那種思維 對不對 不對 他把 流亡的中華民國 跟台灣 劃上等號 就犯了 國際法上面的一個 最大的錯誤嘛 流亡政府 可不可以 就地合法 不行嘛 所以阿扁那個說法是錯的 如果是對的 如果是對的話 那就是獨立啊 那就是阿扁講的才對啊 但是 包圍一公 他沒有獨立啊 而且 他不只沒有獨立 他連作為一個Nation 要擁有的Saventity 他都沒有 沒有獨立 啊 純粹他這個意思 啊 我們就要問說 啊不然台灣的獨立 在什麼地方 在什麼人的手套裡面 對不對 喔 所以他這個 他們的說話 其實很簡單 但是他裡面 有很簽名的 國際法的得力 啊 我們他 大家 要來分析喔 啊 美國的國安會主任 2007年的時尊 他也有說啊 中華民國 也不是一個國家 欸 剛才包圍是說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啊 現在他們的國安會主任 委員德 又說 中華民國也不是一個國家 欸 啊這個公法好像都在 我們台灣回來的 那個 新聞媒體 還是說他們這 政治人物在說的 會 都不一樣耶 啊台灣人 覺得這種不一樣的 這個言論 好像都不覺得怎麼樣呢 你覺得很訝異嗎 你覺得很訝異 你覺得很訝異 啊 你知道 他們 他們 很久的 就很 就很經典 啊 他這裡 美國政府的立場是 中華民國多年以來 都是一個未解決 代解決的議題啊 喔 那意思是怎樣 作為一個中華民國 他在台灣 他有沒有被美國承認是一個 主權獨立的國家 沒有 道理很簡單 他是什麼身份 你是流亡政府嘛 欸 既然是流亡政府 他流亡他國的土地嘛 對不對 他是流亡他國的土地嘛 所以 他國的土地 會不會變成流亡政府的土地 不會嘛 就不會了 好 來 所以順直的說 非國家也不獨立 啊 太少了 就知道說 巴威爾 像美國 他們這些歐美 這些先進國家 他們這些領導人 他們附近裡面 在想的國家 還是說 租款 還是說租款 獨立 他這個意涵 到底在國際學院裡面 有什麼 什麼概念 我們如果有這些去理解 你就可以更明白 他 在這個 萬國公法 在這個萬國公法裡面 其實他有對 Nation和State 有做一個定義 他的定義是 在一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你知道 有一個人住在這裡 還有這個人 他有彼此 的 互相的利益 共同的利益 也有他們 共同的 安全的需要 這群人 他們就 組織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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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一個組織 那個組織 以我們現在來說 叫做政府 這個政府 他就要賦予他 public authority 給他一個公共的權威 這個權威 這個權威 就可以對這個人 來做管制 這個人來做管理 但是這個 組織的這個政府 他是要為這個人的 安全 這個人的利益 在打招 這就是Nation 和State 他的概念就對了 你來用這個 概念來看 中華民國來台灣 中華民國 那不是我們台灣人 組織的政府 不是 他是什麼政府 旅逢政府 他是外來的 他是外來 他不是 所以 他的目的 跟我們台灣人的目的 跟有一樣 沒有一樣 我們台灣人 有我們台灣人的利益 跟我們的福利 要追求 對不對 但是他希望中國人 他們組織的 那個時候 他們是為了什麼 人的利益 跟他們的安全 組織的 中國人 他們是為中國人的利益 跟中國人的安全 組織的政府 對不對 所以 他們跟我們 利益上是不會一樣的 跟這個得利 他是一個外來政府 沒有錯 那怎麼可能會變成 台灣人的政府 那你再想想 他的身分是流行政府 那流行政府 就絕對不是我們台灣人的政府 把這個 身分搞清楚 往後就 往後要走 就更方 你會越來越覺得 那 他們 遲早就是要走 他們又遲早要走 好 來 這裏面 剛才鮑威爾 他有說 台灣 作為一個 nation 他沒有擁有 sovereignty 就出現一個字了 這字叫做sovereignty 如果還作 中文 他叫做主租款 在萬國公法裡面 他對這個也有一點定義 他定義 什麼叫做sovereignty 什麼叫做sovereign 來 我們來看看 萬國公法 他是這樣寫的 The political authority is the sovereignty 我們剛才想說 這個人 組織起來之後 為了自己的安全 和自己的利益 他要組織一個 他要建立一個 公共的權威 這個公共的權威 如果他的組織就是叫做政府 他現在 有這個公共權威 他就是一種政治上的 政治上的權威 這個權威 他就是叫做sovereignty 政治上的權威 他就是有租款 但是這個sovereignty 這個政治上的權威 那不是每一個人 都有 那不是每一個人 身上都有 沒有 那是放在一個人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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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He All they who are invested with it are the sovereign 就是 那那個人身上 政府如果派這個公共 政治上面的權威 有派 sovereignty的人 他叫做sovereign 那如果 用 用 叫做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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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形成這個 概念 清楚 因為未來 我們大家 都是在 政府組織裡面在運作 我們是在管理 管理 管理一個政府機關 這個政府機關 他本身就是為了 他自己的人民 利益 他自己的人民的安全 來打拚 所以這個國家 這個萬國公安的這個概念 一定要清楚 一定要清楚 來 順著剛才說的那個 文字上面的定義 用這個度 給大家看 你就可以更理解 剛才在說的 什麼是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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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public authority 什麼是租款 公共的權威 你要看 這是以前 有一個 一個造名的 學者 叫做Thomas Harpers 他出一本書 叫做 Leviathan 這本書 他的封面 封面的插圖就是這樣 封面插圖的上半部就是這樣 我來跟大家 他這本書就是在說國家 讓國家 讓大家更有一個具體的概念 你剛才看 你知道嗎 這個 大聲的人 他就是一個巨人 這身巨人 你裡面 你看到他身屋裡面 有什麼東西 人 對不對 很多人 很多 很多的人 這些人 就是一般的人民 就是一般的人民 這些一般的人民 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 為了他們自己的 共同的安全的需要 他們集合在一起 有沒有 他們集合在一起 集合在一起 集合在一起 之後 因為要管理 這人人的孫子 要追求這人人的福利 他們要找一個頭 找一個頭 那個頭 那個頭就是 找一個人來領得 這個人就是 這個人就是這個頭 這個頭 他怎麼得到權威 頭上要戴黃冠 那個黃冠就是權威 黃冠跟那個人的頭 這個人就是 sovereign 這個人就是sovereign 就是主權者 黃冠在一起之後 他有權威 他權威 他怎麼展示出來呢 第一個 他右手拿劍 左手拿權杖 右手拿劍 這表示世俗上面的力量 左手拿權杖 叫做宗教的 或是 那個 心靈的 文化的 比較無形的那種力量 這個主權者 他就是 因為戴上了權威 他就可以 對於 這個 這個 這個公共事務 他就可以讓出力 世俗的用劍 武力 也可以對抗外國 可以 可以對來 可以對來 但是他本身 又要 讓這一群人 滋潤他們的心靈 這個人 靠教養 文化 你 你 用這樣想 你如果說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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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主權者 那個巨人 是什麼人 天皇 對 因為那個天皇 他遞了一個皇冠 是戴上權威 戴上權威 所以他就是主權者 你怎麼看 我們說 日本人 你 讓你的英雄是什麼 什麼人 做事 丁緊 仔細 有禮貌 收貴 整個社會裡面 顯示出來的 就是乾淨 整潔 守法 對不對 這就是 主權者要做的 會考慮 一來 他用世俗的力量 讓人民 守法 二來 他用教育的力量 讓人民 他的素質比較高 可以懂得自己守法 對不對 然後他 這個人民 表演出來 讓世界 其他各國的人 去對他們的印象 就是 欸 人民 讚 人民 對不對 他甚至去參加世界盃 足球賽 去看世界盃足球賽 他們的觀眾裡面 所有人都找到之後 但是 日本人流的 通什麼 本屬QQ的 炸造 全世界的觀眾 都跟日本人這樣做而已 所以他跟人家不一樣 這個 所以 他那種 讓人家評價很高 的這一種印象 其實就是 在萬國共和國裡面 國家主權者 他所要打招 他要 這個國家的人民 這個國家 他要產生光榮感 有光榮感的 這個國家 其實其他國家 要跟他歐來的時候 比較容易 也比較容易信任 現在再去一個國家 中國 中國人 你馬上就可以對比出來 我剛剛講的這個意思 對不對 所以他們 主權者的頭靠裡面 就是說他們主權者裡面 在追求這個人的利益 跟這個人的安全衛生 他所 處理的 他所做出來 那個結果 其實不太一樣 這樣 好 這個道 這樣用呢 大家對國家的概念 大概已經有一個概念了 好 什麼叫做主權國家 Sovereign State Sovereign State 在萬國共和國裡面 它是這樣定義的 每一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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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 管理自己那時候 他不用依賴 外面的其他的力量 他自己就做主了 而且 在那裡 It's a right are naturally the same as those of any other state 他的 對外的 跟其他國家 對國際上的管理 是跟其他的國家 完全一樣 主權上完全一樣 哪依這個定義來看 請問 台灣 有沒有符合這個定義 它有沒有符合是 Sovereign State的定義 沒有啊 台灣人敢有自己管自己 沒有啊 現在是一個 證明者的代理者 劉王政府在幫我們管 對不對 對啊 啊 啊 台灣敢有 在外國 在外國裡面 那個國際上裡面 他的管理 敢有跟別人一樣 沒有啊 如果管理一樣 你就能夠參加 你就可以管 對不對 那是什麼 那種 國家 身份的 那個 國際組織 台灣都不夠教你 因為你不是什麼 不全獨立的國家 因為你不是國家嘛 所以 由於剛才 鮑威爾 他講的那句話裡面 台灣 台灣 does not enjoy sovereignty as a nation 他根本 他說 他雖然做一個mation 但是他沒有主權 所以他當然就不會有主權 國家的型態 這樣 就更清澈了 從外國說法裡面 那個定義 我們就讓 回頭過來看 我們現在的台灣 你就會發現 確確實實 台灣 不獨立 而且台灣 也不是一個國家 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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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不上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 有一個叫做 state sovereignty 國家租款 其實 國家租款 你要看它 用在什麼 層面 那 那 他是不是 以前的教科書都叫人 說 如果有土地 有人民 還有一個政府 有這個政府的權威 這個政府出於外國 會給人家生金 這樣 這個國家就是國家 這是一個表象嘛 但是你剛剛看到這個 這個 這個 就只是說 他 出來的 他出來的結果嘛 但是你真的把他分析台灣 台灣裡面 台灣 這個 現在這個 旅門政府 把我們灌的這個政府 他有擁有台灣的土地 沒有啊 啊 台灣人自己 有擁有自己的土地 也沒有啊 對不對 所以第一點就怕錢 對不對 好 第二 人民 在台灣現在 這個土地的人民 那 時間的 完全全都台灣人 沒有啊 還有什麼 流氓的中國人 啊 真正的台灣人 在法律上 怎麼看有 沒有耶 少部分啦 什麼 親親台灣民政府 太多人 那就是 但是 沒有親親 太多人 沒有親親台灣民政府 太多人 那些人呢 在法律上 都被視為什麼 中國人啊 而且是流氓的中國人啊 對不對 好啊 這個 authority 我們剛才看了 那個概念嘛 國家的那個政府 政府的就是一個權威嘛 公共權威嘛 它就是那個 authority 啊 在台灣 有把我們管的這個權威的這個組織嗎 有 但是這個組織是換來的 就是那個流氓政府 他有把我們管的權威喔 但是他不能代表台灣人啊 所以 因為他沒有代表台灣人 所以你看他每次派出的 去比賽的隊伍 他都用什麼名稱 台北 中華台北 你看他任何的組織 或是對外 對外 跟外國人 跟外國往來的那個組織的名稱 或是隊伍的代表的名稱 上面都沒有台灣 你還想不想 有沒有發現 啊這個意思是什麼 他根本就沒有擁有台灣嘛 啊這個道理很簡單啊 因為他是什麼政府 流氓政府 流氓政府 流氓政府是流氓到 別人的領土嘛 別人的國家這樣 所以 流氓政府可不可以就立合法 不可以嘛 所以他選 就是這個動力而已啊 對不對 所以你看他 他在外國的任何的隊伍的名稱 上面都不能冠上台灣啊 啊就算他都冠上台灣 人家的組織 都知道 都不讓你用台灣的名字嘛 對不對 啊 再來 因為你這裡都沒有 你這裡都沒有 沒有負荷屬實 你敢不去外國的 去洪生人 顯然就是不會嘛 對不對 啊 他就是無法讓人普遍的承認嘛 啊 所以這個 這樣分析就很簡單啊 但是 以前我們在特區那時候 台灣民國他的教養都跟我們說啊 哇 我們現在這個台灣民國有土地喔 台灣就是他的土地喔 啊 台灣你們的人民都三台灣民國的身份上 啊 現在我們這個政府叫台灣民國政府喔 他沒有在跟我們管啦 我們還要留學給他啊 啊 對我 他還有一個小國家 幾個小國家給他生意嘛 啊 所以他就是一個主權特立的國家 喔 但是你要真的去分析 那些都是什麼 他講的聲音是什麼 謊言嘛 都是騙語的啊 好 啊 但是 因為 在我們的 台灣的一些政治圈裡面 很多的政治人物 他很愛說的 他很愛說的 他很愛說 要尊重民主法之後 台灣人民就擁有人民主權啊 所以台灣就是有些主權 所以因為選舉民主法人民擁有人民主權 所以這個 台灣現在已經是一個主權特立的國家 請問 這種論述是對的還是錯的 錯的嘛 我們就來看他錯在哪裡 他說人民主權 人民主權 在他們裡面 叫做 popular sovereignty 這個popular sovereignty 他不是在說國家 他是在說這個國家 那個 權威的產生 是透過人民的同意 讓他產生的 也透過人民的同意 讓他維持下去 這個 以我們現在的選舉來說 就是 人民投票同意 讓誰 讓誰 這個政府 政府官 政府的那個首領嘛 他就組成政府來管我們嘛 對不對 他如果做得不好 我們就再用投票方式 再把他罷免下來嘛 或者說他任期到了 我們再把他 投票換別人上去管我們嘛 對不對 這就是 其實這個原則就是 人民主權 意思是說 把我們管的那個人 我們可以透過我們的同意 把他換掉 或是說 透過我們的同意 讓他留 就是這個原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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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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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政治人物 還在跟你說 因為我們人民主權 所以台灣 是一個主權 那你就要 你就要 你就要跟他講 人民主權 只是產生政府的權威而已 並沒有辦法改變這三個事實 這樣了解 好 那接下來 要跟大家說 我們還在家裡搬哪 我們的論述的詛咒 一個叫做日蜀 對不對 一個叫做美戰 那 台灣 為止 仍然是美國的軍事佔領地 我們跟大家分析一下 軍事佔領 這裏面有一個字眼 叫做佔領 叫做佔領 在營業裡面 它叫做occupation 我們來看 它有什麼國際法的概念 它國際法裡面 有一個概念很重要 就是 occupation does not transfer sovereignty 佔領 不可以宜專租款 宜專租款要套過 什麼款 什麼款營業才可以宜專租款 有印象嗎 想起來嗎 租款要 兩個 國家和國家中間 租款要交換 要用什麼 那不是我把你藉起來 你的租款就換好好的 不可以 要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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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簽約 看是買賣 還是說和平條 建進後要和平條 要簽約 要花意感染 不是說你跟他簽約 那就變你的了 所以 不是 占領不宜轉主權 但是 我們做一個 哲學上面的思維 為什麼 對不對 之前我們 之前我們出雞辦的時候 不是說 占領不宜轉主權 我們是告訴你 what 對不對 現在我要問你 所以說為什麼?為什麼佔領不義專主權? 你要想,萬國共和國的這個道理其實是怎麼三星的? 其實就是在歐洲那裡整百年來不斷的戰爭 這國跟那國戰,這國跟那國併吞 併吞後那國有一天,他在那邊併吞的人 還不開心另外一個人,他又開始戰爭 不斷在戰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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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傷無數 人類就陷在戰爭裡面,然後死很多人 所以才有萬國共和國在規則產生出來 彈生出來那個最大的原因就是我給你打歹 我給你打歹,但是你不能變我的 因為你如果變我的會埋下未來繼續戰爭的種子 我說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今天我幫你打歹 你本來跟我是不是敵人?對不對? 你跟我本來是敵人嘛 我現在幫你鬧的,改變主權 把你變成我的人名 你本來是在戰爭的嘛 我們兩個是有衝突的嘛 結果我幫你變成我的人名 後來我把我的敵人放在我的身體旁邊 你身體如果有帶爹 我把你放在我的身體旁邊 後來我自己身體放在我的身體旁邊 後來他會生下來就是什麼? 他會生下來就是我自己 這個人家說的道理是這樣 你戰爭不一樣主權 意思是說我不可以把以前就是跟我敵對的那一方 把他變成我的 因為這樣會埋下繼續戰爭的種子 最典型的就是這個 最近是不是立方政府在改革工? 你知道嗎 立方政府他來台灣之後 他是不是都跟我們聲明說 台灣已經是中華民國的命頭 對不對? 他把他動作 動作說我幫你煎餅回來 所以他說實施的任何政策 都是他們中國人的那種邏輯 跟他們中國人的那個利益 但是那種思維跟那種歷史的 那種歷史的手錄 跟我們台灣人經歷過的那個歷史的感受 會不會一樣? 不會一樣啊 然後他又要強迫在我們每一個被他佔領的台灣人 要去學習他的歷史 那你就會埋下這種價值上面的爭執 就衝吞了 所以你要去學習這個問題 你就會發現 為什麼在臉部一尊主權 因為他本來就不是一個 利益是一樣的人 就會發生這種 價值上面衝突 好 所以 要去幫大家介紹 尖領 軍事尖領 我們再把它做一個認識 更勝一點 軍事尖領 其實它是一種手段 軍事尖領是一種手段 你想想 兩軍交戰 那 那後來有一方被我征服 我派大軍進去他的國家裡面 我都把它沾起來 沾起來 這件事 在國際法裡面 它是怎麼定義的 你可以去看 Military occupation conference upon the invading force the means of exercising control over the period of occupation 軍事尖領 給這個尖領者 給這個征服者 他可以 進去戰敗者的國家裡面 可以做一個控制 可以做一個管制 所以 軍事尖領本身就是 管制被我戰敗的那一塊領土 為什麼要管制 為什麼要管制 你想像 兩軍交戰 會做成什麼 破海 對不對 會做成 他本來的社會 一些秩序 是不是瓦解 對不對 你讓我打敗 我進去了 你看來的政府 還有 像伊拉克 最典型的伊拉克海山 海山政權 美國打入伊拉克之後 海山的政府還在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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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拉克人民 如果需要 安全的需要 沒有一個政府 可以管 對不對 這個伊拉克海山 這個伊拉克海山 就是 尖命 在台北 原來的政府 來做管制 讓局勢穩定下來 這是 軍事尖命 在戰爭裡面 他的意涵是這樣的 對 軍事占領的本質 軍事占領 It does not transfer the sovereignty 沒有 沒有移轉主權 to the occupant 沒有把主權移轉到 這個 占領者的身上 但是 但是 but simply the authority or power to exercise some of the rights of sovereignty 沒有移轉主權 但是 有移轉 權威 管理的權威 有移轉 而且是有移轉 部分的 主權上面的一些權利 有移轉一些權利 說到白的就是 有移轉管轄權 這就你 等一下 軍事尖命 尖命 尖命 有移轉 當地的管轄權 你想像 美國去伊拉克 伊拉克海山政府 垮台 對不對 美國去開始軍事占領 那 軍事占領之後 是不是在管理 伊拉克的 人民 的組織 現在變成什麼人 美軍 美軍的軍事政府 美軍的軍事政府 是不是對於 伊拉克這個區域 對於伊拉克人民 有管轄權 對不對 所以 原本是 伊拉克政府的管轄權 現在因為 尖命開始了 伊拉克政府 對於人民的管轄權 現在是不是 接下來 美國的軍事 政府的手套 對不對 道理就是這樣 所以 尖命沒有移轉主權 但是 尖命沒有 本身 有移轉管轄權 好 順利的道理 你看看 一九十五年 十月二五 這天 就是 中華民國 他們宣稱的 台灣官府 那一天 對不對 請問一下 那天 開始 台灣 都來 有沒有移轉 這個政府的管轄權 給 蔣介石 有 有 有 因為 那時候總督府 已經沒有 管了 已經 換成 蔣介石 他的官員 在管我們台灣人 對不對 你想一下 從那個時候開始 所以 是不是都照著 國際法 的道理 走 沒有錯 你這個脈絡 這樣子看的話 就會清楚 那軍事戰令的目的呢 為什麼 這 跟你打敗 我要去跟你講 我自己打敗 我要去跟你講 你想像 伊拉克 海山政府 垮台 他的政府 全部都沒有了 原來的政府 有辦法 維持當地的治安 沒辦法 沒辦法 維持當地的 那個地方 會有動亂嗎 對啊 就有動亂啊 一般平民百姓 的生命財產 都沒有受到保護 那個社會 就沒有 沒有秩序 沒有秩序的話 對 佔領軍 不安全 不安全啊 對當地人民不安全 對佔領軍也不安全 所以 他就要用一個 軍事佔領的手段 把你移轉 原本海山政府的管轄權 到我美國軍事政府的身上 對啦 我要對伊拉克 做一個管轄 讓這個地方 安全 和秩序 穩定下來 讓人民 恢復正常的生活 所以 政經 不是說 跟你打敗就好了 政經 他還負擔技術 他的技術 就是要對 他要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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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好就對了 你要給他散好就對了 不是 敗敗之後 敗敗屁股就走了 所以 軍事佔領的目的 就是 維持當地的秩序 讓他恢復 而且 恢復秩序這件事情 對當地的人民是好的 而且 對佔領軍 也是好的 所以 他佔領的目的 是這樣 occupation 大臣 那他全是負責三本題 先領無疑尊主款 這個 道理 他還給他 引申一下 所以 It is therefore unlawful for a collegiate occupant to annex occupied territory or to create a new state 先領無疑尊主款 你另外給他 引申 他的意義 就是 我 不可以 用這個 我把他 餘專主款 來我審訊 來我 審訊 這個 這樣 有合法嗎 這樣就是 沒有合法嗎 因為 審訊沒有餘專主款 是一個 國際法的 得利 我這樣做的時候 我有合法嗎 我就沒有合法了 所以 我不能把你 兼併你的土地 變我的 所以這個是不合法 另外一個 引申的意義 就是說 我可不可以把 我可不可以 說 你不要變我的 但是我讓你變別人的 可不可以 不可以啊 我可不可以說 把你變成你自己 把你獨立出來 變成另外一個國家 可不可以 也不可以啊 這樣都不合法 這樣都沒有合法 這個道理 create a new state 所以 在現在地 成立新的國家 來變成一個 增加一個新的國家 請問一下 這是沒有合法 沒有合國制法 這個道理來看台灣 美國是不是三令五神 說台灣不可以獨立 對不對 啊 台灣如果獨立 他的意思是怎樣 台灣是不是變成一個 新的國家嘛 對不對 就會變成 對美國create a new state 這樣有符合國制法的動力 這樣就沒有符合國制法的動力 而且這樣是違法的 去做這件事的人 美國會把他怎樣 懲罰 他會把他懲罰 你看阿伯的下場 就是很慘嘛 對不對 阿伯的下場就是很慘 他在他的任期的第二任 他就不斷的在推動 把台灣跟中華民國畫上等號 然後把台灣變成一個 主權獨立國家的那個印象 這個就違反了美國的紅線 其實也不是美國的紅線 其實那就是違反萬國共和 違反建政法 所以他不清楚自己的地位 不清楚自己的身份 不清楚台灣的地位 不清楚台灣跟美國是什麼關係 所以才會做出錯的事情 錯的事情 美國就會惩罰 就是這樣 所以這件事情 佔領部員主權 經過我們這樣 跟大家再引申一下 我們對於他的概念 會更精確 好 所以我們把這個動力 把它回溯到去看 建政結束進行 1943年的開羅會議 有沒有 是不是邱吉兒 羅斯福 和蔣介石去開羅 埃及的開羅去開一個開羅會議 開羅會議裡面 他是不是有一個 後來他發佈一個開羅宣言 有沒有 是不是馬英九他很愛說開羅宣言 他聽說根據開羅宣言 台灣已經憑慮中華民國了 對不對 他都是這樣說 但是開羅宣言 在美國還是英國 他們的概念裡面 他們非常清楚 開羅宣言只是一種公法而已 只是一種意象而已 一種想法 那是一種想法 但是你想法要把它變成事實 要經過國際法的正常程序 你就是要簽約 日本要簽約簽約 簽簽約說要給你 這樣才可以 但是都沒有 但是都沒有 事實也沒有 對不對 所以開羅宣言這件事 在國際法裡面 以及建政中間的一種 盟軍的藝術 這樣而已而已 他本身不會構成領土的兼併 所以在美國的 國際法院裡面 外交關係的一個檔案 他裡面就說得清楚了 開羅宣言只是表達了盟軍的意思而已 他們的想法而已 It did not itself constitute a section of territory 他不會構成領土的個讓 所以 雖然是有開羅宣言 但是開羅宣言說的那種他 台灣有變成中國民國的 沒有嘛 所以 那時候沒有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五那天 台灣有變成中國民國的 也沒有嘛 因為那天是 禁錠嘛 對不對 那天是禁錠 所以 開羅宣言那天開始 一直到 一九四五年的十月二五 台灣的地位有改變 沒有改變 這樣 道理就越來越清楚了 好 啊 為什麼 中華民國他可以來台灣 為什麼中華民國可以來台灣 因為有一間歷史事件 讓他可以來台灣 就是 日本 日出世界大前 見白了後 麥克阿瑟將軍 他發布一個 一般命令第一號 那個一般命令第一號 他的主要就是 分配 在什麼地方的日本軍 要去跟什麼人 導航 好 就在台灣 好 就要 就要 他裡面有分配說 什麼人 要向前面 導航的日本軍 是什麼 他就是想說 在中國 政樓裡面 但是不包含滿洲 還有福爾摩沙 還有法蜀印度之難 北尾十六度以北 就是北越 就是我們現在說的北越 所以 北越 台灣 福爾摩沙 台灣 跟中國的戰區 裡面的日本軍 要用 中概就大元帥投降 所以 因為有這個一般命令第一號 美國 不要再是 明軍的最高統帥 他 發出來 指示 你 日本軍 如果要導航 你就要向 在台灣的日本軍 你就要向 中概就導航 所以 中概就才能派人 來台灣 接受 日本軍的導航 他接受 日本軍的導航 之後 就開始 他們的禁錄就開始了 禁錄開始 他的軍事 軍事政府就進來了 所以才會有一個叫做 警備 總司令部 對不對 所以 從那個時候開始 台灣 本島上面的 管轄權 就由總督府 遺傳到 寫的身上 蔣介石 就遺傳到蔣介石 這樣 所以這個導力這樣看 所以這天 這個導 有 因為 麥克拉斯的一般命令第一 所以 蔣介石他們 才能夠來 台灣 所以他 但是他來台灣這邊 他犯了一個 國際法上的錯誤 他認為 台灣已經變成他 中國戰區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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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來來這天 台灣什麼時候 變成中國的台灣省 沒有 他是大日本 美國的領土 對不對 所以他 他在這裡 寫就不對 他 他還幫你寫台灣公布 所以 你 用這個 中文和他的意思 他在蔣介石的腦袋裡面 他在做一些什麼事情 兼併台灣 對不對 他的 他的 他的理由是什麼 因為開羅宣言有講 對不對 但是這件事情是錯的 但是蔣介石 他也很聰明 他再掛了一支 美國旗 他是怎麼可以來 是因為 美國叫他來 是美國叫他做代表 代表美國來接受 日本軍的導航 所以 他自始至終 蔣介石都知道 他的身分是什麼 但是他對於台灣人 他用另外一套的說法 台灣公布 意思是說 他本來是來台灣 管轄而已 官吏而已 結果他變成說 來台灣以後 跟台灣人騙 騙說 你現在都變成我的 但是如果回來 他就不知道 情 Marshall 他對於台灣 是 什麼 找人 Radir 交往 offs 那麼 東 這是一個獨立公投 不是統獨公投 這個公投是一個獨立公投 所以美國他不答應 為什麼不答應 因為我們剛才有說 你占領地敢不敢把他變成一個新的國家 不行嘛 變就是違法 這不合法 所以美國的國務卿RICE 他就通知 美國反對台灣舉辦入聯公投 這個時候入聯公投誰辦的 阿扁 阿扁辦的 所以阿扁在美國的眼光裡面 他就是台獨分子 他在 對於台灣的地位是沒有幫助的 你要說為什麼 台獨分子對台灣的地位是沒有幫助的 因為他不合國際法 他在那邊到處衝撞 但是不會有結果 但是會產生 會產生台灣沒有辦法往正確的方向走 好 阿扁下去 要跟大家介紹 外面有人在說 你們台灣民進府都說 台灣是美國的軍事這麼多 但是 在外面我就沒有看過美軍了 我也沒有看到 像在伊拉克 美國打入伊拉克之後 美國大兵開著 喊馬車 上面架著機槍 在路上巡街 我就沒有看到這種情形 但是這宗公法 那是平民百姓的公法 國際法的道理 不是像這樣說的 我們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麽樣有沒有持續有效 美國從1945年9月2號開始 一直到今天 台灣的佔領有沒有持續有效 有 那我們來分析為什麼有 來看這個 佔領的有效性 在這個政經法裡面 他想一下 it is sufficient that the occupying force can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send the detachment of truth to make its authority filled within the occupied district 他這裏裡 他就說得清楚 我若簽名的時候 我只要我簽名這 可以在合理的時間裡面 派出我的一部分的部隊 讓被我佔領的地區 感受到我佔領者的權威 這樣佔領就持續有效 這樣了解嗎 政經法是這樣 我只要我簽名叫美國 我隨時 可以派我一部分的部隊 一部分的武力 來臺灣 讓你台灣人有感覺到 我美國的存在 這樣簽名就繼續有效 我們就做順利的 順利的來看 有人就說 你簽名是不是 你簽名你也要派 你也要來打完駐軍啊 正經法裡面 這個有必要嗎 沒有必要 也不一定必要 一直玩一下 我沒有要大量駐軍啊 我駐軍啊 這個大或小的規模 那也不需要是說 我是要正規軍還是快速部隊 都不用 都不用 只要符合我前面講的那個定義就好了 我只要在合理的時間 可以派出我一部分的武力 在你這個佔領地 在你這個佔領地 感受到我佔領者的權威 這樣子佔領就繼續有效 所以 是不是大量駐軍 是不是駐軍的規模大或小 那個都不打緊啦 那都沒有要緊 在國政法裡面那都沒有要緊 發力有效就是有效 不因為你的房子比較小就沒有效 不因為你的房子那麼大才有效 意思知道 好 順利的道理來看 好 再來 他就有說 我如果跟你占領 我這樣就要去跟全世界的人說 我台灣是我的美國的軍事占領地 幹嘛 不用 我如果要去幾個其他國家說 那其他國家就不賣國際法 他就是不懂國際法 所以要回去看書 所以不用說 我米國人是對台灣是軍事占領 這個屬性 他就知道我不用去世界各國去講 說台灣是我的軍事占領地 台灣人就換了一個毛病 跟我們米體裡面 如果不說 如果不算團 跟我們都不算 對不對 就換了這個毛病 但是 在國際法裡面 他不用去跟世界各國說 只要讓你可以感受得到 那個法律就有效果 他就有效果 所以 你順這幾個政政法 裡面那個定義 我們來用這個時事 來跟你說 美國的行為 有沒有符合 這個戰爭法上面的 佔領的 有效性的延續 用這幾個新聞 你就可以看 美國他在做什麼事情 他背後的那個 行為的指導原則是什麼 看這個 就是 今年4月1日 美國有一台大黃蜂F-18 由於日本的琉球加索納基地 起飛之後 一直飛飛飛 飛飛 經過於那國島 然後來到這裡 說我這邊的高中要故障 他知道 他就寫著寫著 寫著去台南基地 你如果要降落這邊 交山基地 不是也可以降落嗎 台灣到處都是機場 對不對 緊急降落什麼地方都可以降 對不對 但是他就寫著寫著 寫著去台南機場 好 新聞是不是說 因為他機械故障 要緊急迫降 對不對 但是新聞有跟你說 他緊急迫降的時候 他有把他 飛機上面的武器都斷掉嗎 沒有 他有跟你說 他緊急迫降的時候 他的油香的油漏掉嗎 沒有 都沒有 所以這個是不是緊急迫降 不是 他就是要演給你看 他想要在4月1號演給你看 其實4月1號就是 就是日本的 人家說會計年度的開始日 台灣是7月1號 但是日本是4月1號 什麼 什麼 什麼開始的日子 都是4月1號 那 美國這一天飛到這邊來 用一個緊急迫降的理由跟你說 但是事實上都不是 他這道理是什麼 像我剛才說的那個 建政法的定義 我美國 只要在我想 合理的時間 我想要來的時間 我想要來的時間 我可以隨時 到佔領地 展現出來我的武力 讓台灣這邊的人 感覺得到我佔領者的存在 對不對 有嗎 他就是做這件事 他就是做這件事 所以如果沒有國際法例 沒有政政法例 就看不懂 來 還有一個 1999年 阿菲伯 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要選 日本中華民國的總統 第一次名選總統 對不對 那中國是不是射飛彈 一顆 射在台灣頭 一顆射在台灣尾 那這美國做什麼動作 他是不是派 航空母艦來台灣 台海聲 對不對 他是不是派他 航空母艦來台灣海聲 那新聞都有報 九六台海危機 美國兩艘航空母艦 來啊 他射過來啊 請問 為什麼是美國派航空母艦 為什麼不是澳洲 為什麼不是越南 為什麼不是泰國 為什麼不是俄羅斯 對啊 哪裡就是在這裡嘛 對不對 他在合理的時間 他想要來 不管是一架飛機 還是一艘 還是兩艘航空母艦 他都可以來啊 來了之後 世界各國有沒有什麼反應 正常嘛 因為那個就是軍事戰領地 你對軍事戰領地 就有安全的 維護的義務嘛 軍事戰領地的義務 軍事戰領地的安全的義務 就是你戰領者的義務嘛 對不對 所以就要派航空母艦來啊 所以 不是澳洲 也不是紐西蘭 也不是泰國 也不是菲律賓 也不是越南 可以派航空母艦來台灣 只有 誰 美國嘛 所以美國是台灣的軍事佔領者 所以 反而反過來講 台灣就是美國的軍事佔領地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事件 回溯到1950年 發生韓戰 我印象吧 1950年發生韓戰 美國總統杜魯門 他就在韓戰的一個聲明裡面 他就說 他說 為了避免 這個共產黨 越過台灣海峽 攻擊這個台灣 因為他很擔憂 如果共產黨 越過台灣海峽 佔領了台灣的話 這會對太平洋地區的安全 是一大的威脅 這樣對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所以 因為這個 這個安全的需要 他派第七艦隊 來台灣 保護 一來 譬如要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 打到台灣來 二來 他要要求 在台灣的蔣介石 不能藉著韓戰的機會 去反攻大陸 而且 他要求 第七艦隊 要 執行 確定這件事情 把他 要把他確定 要執行這件事情 要把這件事情做到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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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美國的 對我們 總統 派韓空母艦來 而且是 要求 蔣介石 你不能趁機 打 打到 反攻大陸去 為什麼 而且他是 派第七艦隊 來監督的喔 感動 蔣介石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輕舉妄動喔 對啊 為什麼 因為美國 就是 這個 美日戰爭裡面 是主要 佔領全國 因為 他是 發佈 一般命令第一號 那個 盟軍最高統帥的主管嘛 對不對 他是 三軍統帥啊 所以 盟軍的最高統帥 在麥克蘭社上面的老闆是誰 就是美國總統 就是美國總統啊 蔣介石是 接受一般命令第一號 來台灣的嘛 1950年的時候 還是啊 對不對 所以 他可不可以 他可不可以命令他的下屬 說你不可以輕舉妄動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所以 美國的這個 在 美日戰爭裡面 他是 他是 戰勝國 他是對日本的政府 主要的 唯一的政府者 英國總統主要政府者 也是主要佔領全國 所以 他才有那個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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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派軍來台灣 好 那 剛才說的 美國的那個 主要佔領全國的身份 除了 我們用這個 歷史資金 讓大家了解 國際法律的 得利 他的身份以外 美國 他還在這個 古金山 和平教育裡面的23條 他把他的身份 用 和諱的方式 把他表示得更清楚 在這裡 23條裡面 他就有說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白鎖黑鎖 把全世界的人說 美國就是 美日戰爭的主要佔領全國 這個再明顯不過了 對不對 美日戰爭 那 台灣跟 台灣 是不是當時 當時 是不是日本的一部分 對啊 所以美日戰爭 就是美國 也跟台灣在戰爭嘛 對不對 那 美國對日本 是主要佔領全國 台灣又是日本的一部分 那 美國是不是台灣的主要佔領全國 對啊 這個身份就對啊 完全沒有錯啊 所以 如果 國際法 政政法 的 動力裡面 可以找到美國對我們的身份 然後 從 舊軍政和平地位裡面 也可以確定 他對我們的身份 所以這個官員 要先確定下來 如果確定 我們跟他 是相關的 阿蘇下去 我們就 要付給我們的政政的地位 我們要跟誰說 我們要跟美國說阿 我們不是去 街頭行為 抓旗子 去抗議 馬英九 施政不公阿 對台灣人不好阿 你知道嗎 那沒有路容阿 我們要付給政政 不是去找馬英九抗議 好 這幾個事件裡面 我們會怎麼發現 美國韓國母艦跟F-18 會引申出來的意義 是這樣 來 台灣有沒有屬於ROC 有沒有屬於中華民國 不屬於 當然也不會屬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不對 當然也不會屬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 台灣是美日戰爭下的 軍事佔領地 對不對 再來 台灣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為什麼 因為你是王贊領 你敢有主權獨立 沒有 你沒有 所以 你是給王贊領 這個情分 就可以得到 這個結論 只要你是被佔領 你就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好像伊拉克 那個時候被美國打進去了 伊拉克海山的政府 垮台了 被美國軍事佔領的伊拉克 那個時候是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不是 他在聯合國的那個 駐伊拉克的代表 被美國打進去之後 那個代表就要辭職了 他就不能派代表 因為他的政府已經無意了 他就不能代表伊拉克人在列國了 所以你回去找找這個新聞 你就發現 那個時候美國打進去之後 聯合國的伊拉克代表就辭職了 好 再來 美國是 principal acupying power 所以我們現在 這裡來介紹 可以得到這幾個結論 好 再一個 不然美國到底是 什麼人的土地 日本天皇的土地 好 但是 我們要怎麼來闡述這個概念 我們要跟你問一下 我們要怎麼說的 比較完整 來我們要看看 1950年的韓戰 杜魯門 杜魯門總統 他 他叫這個地區艦隊來台灣 但是他 他後面這段話 他說 台灣未來的地位 要透過對日合約 還是說 這個聯合國的 其他考慮 才能做決定 所以 這就是 最有名的 台灣前 台灣地位未定論 一個說法就是 從這裡開始 所以 1950年的韓戰 讓台灣變成 地位未定 但是 你在1894年 大清帝國 跟 大日本帝國 發生一個韓戰 決定了台灣的地位 你知道我 我說這個意思嗎 就是 以前我們說的 中日甲午戰爭 其實 其實 在外國來說 日清 第一次 戰爭 就是1895年 他們是為了韓國 來 戰爭的 所以他們是 韓戰 決定了台灣的地位 你看 這 外國 外國的媒體 在描述 描繪 那時候 日本軍跟 清軍 他們在韓戰 在韓國 交友戰爭 他們的 戰爭的 那個 那個情景 他們描出來 那時候 在外國人的 我們說裡面 日本軍 清差 跟清軍的 清差 你把它比較一下 沒辦法對不對 這是不是 西化 對不對 這都完全西化的 完全西化的 服裝了 那這個 日本軍去 攻打 平常的 戰爭 那你看 日本軍 他們的清差 是不是 都是西化了 對不對 這就是明治維新 之後的結果 軍隊 這一個 日清第一次戰爭 就是交友戰爭 也就是 也就是 這個戰爭 決定了台灣的 地位 就是這個 最後 大清帝國 大皇帝 跟大日本 大日本天皇 簽一個 講和條約 就是人家說的 下官條約 那中國那邊說的 叫做 馬官條約 就是 就是存在 那個 下官的 那個 紀念館裡面 他的文書 那邊的影像 這就是 中日 日清 下官條約 其實就是 和平條約 就是和平條約 和平條約 上給大日本天皇 對不對 所以 時間來到大政八年 明治天皇 大政再來昭和 大政八年的時候 台灣有一個 叫做 黃福康 他住在 台北堂 大家 這個地方 他 要離開台灣 要去中國 支那 要去支那 的福祉和上海 去 要去那 結果 是誰人 發 補助 給他 去中國 就是 政府發 補助 給他去中國 在這 日本 帝國 海外 旅券 你看 這個 日本 帝國 外務大臣 大政八年的時候 台灣人 要去中國 要殺 大日本帝國 發的福祉 什麼意思 就是 一八九年的 馬關條約 大日本帝國 大清帝國 大皇帝 把台灣 澎湖 的 領土 完整的主權 和永久的 割讓給 日本天皇 所以 從那個時候 開始 決定 台灣 在一八九年以後 就是 日本天皇 的領土 所以 既然是 日本天皇的領土 來這裡 就是 未來 我們知道 接收之後 是不是 台灣總督來 派台灣總督來 就是 台灣總督 開始在台灣 開始 治理管理 所以 那時候 台灣人 出入 都是要 拿誰的護照 日本啊 所以 已經奔到 日本的領土 所以 這個 戰爭 決定了台灣的地位 我們來看 日本天皇 他在 大日本帝國的 憲法裡面 他的 地位 是什麼 為什麼 我們常在說 台灣人 又是 日本天皇 永久不可奔割的領土 為什麼我們可以這樣說 我們用 他們 大日本帝國 的憲法 來分析 給大家知道一下 他的第三條 他在說 The emperor is sacred and inviolable 天皇是神聖 不可侵犯的 那第四條 The emperor is the head of the empire 天皇 是 帝國的 首領 就是頭 就是頭 首領 就是頭 combining in himself the rights of sovereignty 在天皇這個身上 有集結的主權 所有的權力都集結在天皇的身上 and exercise them 而且天皇可以實施這個主權上面的權利 他可以執行主權上的權利 according to the provision of the present constitution 天皇被執行主權上面的權利 是根據這一部憲法 只要按照憲法執行他主權者的權利 所以按照這個大日本大國的這個憲法 我們來看一看 我們來看這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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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才不是說 國家主權主權者的那個概念嘛 那個定義嘛 你為大日本大國的憲法裡面 第三條到第四條 我們來看天皇 他在國家裡面的地位 你看 白日本大國的第三條 Emperor is sacred and inviolable 你看看這個圖 上面的一個英語的翻譯 是這樣說 There is no power on earth to be compared to him 這個人全世界裡面 在這個地球裡面 沒有人的管理比他更大 要知道的意思嗎 所以跟天皇就是 神聖不可侵犯的 是不是意思是一樣 就要是這個意思啊 這個人就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就是那個代表國家主權者 你要看 日本 到日本大國的第四條 The emperor is the head of the empire 天皇就是這個帝國的頭 有沒有 Combining in himself the rights of sovereignty 在天皇的身上 集結了所有的主權的權利 他主權的權利用什麼來表達 黃冠 諸款 黃冠第一 天皇要執行這些權利 一個執行權利 一手執行世俗的 一手執行這個心靈的權利 根據大日本帝國憲法的規定 所以 為這個 大日本帝國 它的憲法裡面 我們就可以知道 日本天皇有沒有符合 萬國共和裡面 在定義的那個國家 租款 租款 租款價 租租租租款管理 那個概念 有沒有 那是不是很具體的 對著這北斗 我們就很清楚 日本天皇的地位 所以 日本天 所以人家說普天之下 莫非 王土 所有的土地都是天皇的 為什麼 因為天皇就是這個 國家的代表 他有這麼所有的土地 都在他的心上 對不對 所以 我們在說 我們就是 大日本帝國天皇的領土 因為 1895年簽的 馬關條約 是 什麼人將領土 任何什麼人 秦的皇帝 把他的領土 讓給 日本的天皇嘛 所以 皇帝對皇帝 因為他們是 國家的主 兩兵 國家的主權 借 借 可以從國家的領土 扭來扭去 他們借可以扭來扭去 所以我們說 台灣就是大日本帝國天皇的領土 就是這個藝術 就是這個藝術 好 時間來到 使政四十年 就是1895年 還有四十 就是1935年 1935年 1935年的時候 台灣 那時候舉辦 一個叫做 台灣博覽會 他到1935年的那時候 台灣會舉辦博覽會 上面插什麼旗 日本旗 所以 台灣的地位 從1895年到1935年 有沒有什麼改變 沒有改變 他都是大日本帝國天皇的領土 沒有改變 那時間來到1941年的十二月七八 美國 日本攻打 美國的珍珠港 美國對日本宣戰 請問 1941年的十二月七八 建進開始這天 請問 台灣的領土 有變白人嗎 沒有 所以還是 誰的領土 天皇 還是天皇的領土 好 有人在說 那個新聞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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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英雄林這個 美王政府這個集團 都把我們 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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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對日抗戰有沒有 好像說這個 這個戰場 是 是台灣人跟日本人在戰爭的 對不對 對 那這個就 所以阿批表 他說 真正那時候我是一本人 我怎麼會跟我的祖國對抗 對不對 我們用圖片給大家比較一下 Google Earth裡面 叫出來的圖 這是什麼地方 新竹市新竹縣 這是頭前溪 這是什麼 新竹 空軍基地 基地 新竹基地 新竹空軍基地 這桶子在這裡 這是跑道 這是機場的範圍 看出來 這是新竹的 這張 這張也是頭前溪 這裡也有頭前溪 桶子 你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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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形狀 跟這個形狀 是不是類似 這個機場跑道啊 那時候跑道是這樣啊 這張是什麼 1943年 感恩節的時候 美國派飛機來轟炸 新竹 機場 轟炸 這裡啊 這像是在慶恩 像是瓦良隔號的慶恩啊 有啊 這慶恩啊 這就是投下炸彈之後 這放上去這裡在慶恩啊 有啊 這都是啊 這都是啊 所以 誰來轟炸台灣 美國嘛 對不對 美國啊 所以 美國跟日本戰爭 那台灣是大日本帝國的一部分 那美國就是跟台灣戰爭嘛 所以 美國佔領誰的土地 日本天皇的土地嘛 日本天皇的土地嘛 那 1945年的4月1號 這天天虹 他頒布了 在台灣實施帝國憲法 這個 這個在國際法上 有一個意義喔 這意思是說 經過同化教育之後 黃明政策之後 台灣人已經跟日本人是一樣的啊 這個時候 因為你已經 一樣了 我天皇給你實施憲法 我的憲法 就基於 這個 台灣 全島跟澎湖馬祖 跟附屬群島 那 這個地方 他的地位就改變了喔 就變成什麼 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喔 在這之前 在這之前 都是總督 總督嘛 總督啊 在這之前 其實 他是從 清朝的拓殖地 擱亂過來的嘛 擱亂過來 他還是拓殖地啊 但是他有經過 同化政策 跟 黃明化教育的時候 才會把台灣人 變成跟日本人一樣嘛 才會一樣 一樣之後 實施憲法 那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就會變成 永遠 順順 不可分割的領土啊 所以 這一天 實施這個憲法的意義 就是這樣喔 好 你看 你看 1945年4月1號 台灣實施帝國憲法 請問 也沒有變化 好 天皇的這個投降書 一般命令第一號發布 當天發布一般命令第一號 叫蔣介石來台灣接受日本軍的投降 我們突然有說到 好吧 這天 這天 這天台灣的 哪個投地位 有變化 看這天你就說了 這天有變化 沒有變化 因為這天是什麼日 占領日 占領日會不會移轉土地 不會嘛 但是占領日有沒有移轉 台灣土地上面的管轄犬 有 因為 本來占領日在管 現在換成金介石有員在管嘛 對不對 所以 這天 這天 這天裡面 台灣有變化做 美國的領土 沒有嘛 沒有 沒有 好 所以 這天如果沒有變 那 就這樣 會有改變台灣的土地 你沒有 你沒有人的國家 沒有啊 沒有啊 但是 在國間算和平條裡面 二條米 日本放棄台灣的right title和claim 在外面 就有人在說啊 日本都都放棄啊 台灣就是無阻之地啊 所以 我們就自己可以獨立的 自己能創造一個國家啊 這個邏輯哪一通 早就會成功了嘛 對不對 事實上跟他們都不會成功 啊 表示說那個邏輯 對不對 不對嘛 因為我們剛才要把你一直分析出來嘛 台灣雖然在 在 美日簽的 究竟的和平條約 結束戰爭狀態之後 但是 台灣的軍事佔領有沒有結束 沒有 軍事佔領不會因為 簽的和平條約 它就自動結束啊 軍事佔領是要 現在 以 佔領者正式撤軍了 美國總統正式撤軍了 發佈正式撤軍了 那個軍事佔領才會結束啊 而且 我們剛才是不是要給大家看 派航空母艦 派F-18 不會來台灣 來這裡給你看 那 美國在執行什麼 它在執行什麼 它在執行佔領啊 它在執行繼續佔領啊 對不對 它在執行繼續佔領啊 所以 所以 我們現在要向大家 軍事佔領說 國外有人在說 日本就放棄了 為什麼 美國說我們台灣是 日本天皇的土地 所以我們就要在這裡來看 在 戰後 日本那個政體 它改變的是什麼 古今宣和平條裡面 去簽合佑的 對那個人 它是什麼 它是什麼身份 它可以放棄的是什麼 東西 這樣就更清楚了 來 要說 戰敗改憲法 這大家就是都 美國它在建進的模式 你看伊拉克就好 美國打入伊拉克 海山雕像是不是 叫人去扣掉 啊 它的政府組織 全部都瓦解嘛 這就是很典型 美國打入伊拉克 另外一個國家之後 它會把那個國家的政府 的體制 它會把它換掉 它會把它換掉 為什麼 為什麼可以這樣做 為什麼 以佔領者 我幫你戰爭 是因為我們戰爭 戰爭 我們有利益上的衝突 可能我的權力受到損害 或者是我的權力受到威脅 這就是我給你戰爭 沒有和平方法改冠 我給你戰爭 我給你戰爭 戰爭我給你打敗之後 你就要我給你改政府 你的政府就會怎麼樣 親媚嘛 就會對美國會比較友好嘛 他做出來的一些事情 就會比較符合美國自己的利益 所以建爭是這樣 所以他進去之後 把他打敗之後 一直在 我們來看 這個倫斯斐 林漢卓的國王部長 他在一個機密檔案裡面 他怎麼說 佔領伊拉克之後 他的美國的態度是這樣 他的國王部長倫斯斐 他怕一個機密文件 給這個 鮑威爾那個時候叫做國務卿 跟他的副總統叫做錢尼 還有這個CIA的主管 他在這個文件裡面 倫斯斐說 美國 US should not hand over control of Iraq to the Iraqi too quickly 美國不應該 把伊拉克太快交還給伊拉克人民 這個控制伊拉克的權力 不可以太早還給伊拉克人民 如果要還給伊拉克人民 美國要先確定 There should first be a guarantee that any new Iraqi government will be friendly to the US 所以 美國要將政權行為伊拉克進行 他要先確定 我幫你成立的這個新的政府 要符合我美國的利益 要友好 順港就得利 美國 美國 繼續在台灣 對不對 美國 如果要向台灣行 行動 給你台灣人民的時候 他要先確定一件事 什麼事 我們要跟他友好 對不對 我們要跟他友好 大家先確定這件事情 他將來才能夠 不會再有這個爭端發生 對不對 這是戰爭的目的 戰爭不是要把你打死 戰爭是要取回我應有的權利而已 所以當兩軍交戰 人家舉白旗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繼續打 不可以 人家舉白旗的時候 你繼續打 把他打死了 那個是什麼 罪行 那是戰犯的行為 那個是要判刑的 所以人家舉白旗跟他說 我投降了 我都 武器都要放下了 你可不可以繼續攻打他 不可以 這是戰爭華的得力 所以 我是要取回我的權利 我不是要把你殺死 但是 一般 在漢文化裡面 他們的數字就是這樣 我跟你利益 有衝突 那 我解決我們的衝突的方法是什麼 把你殺掉 所以你看 中國的歷代 的朝代的轉換 或是說 他們跟人家戰爭 他們的手勞都是這樣 對不對 那個就是比較 不文明的思維 所以我們來最可 我們要走上那個 脫亞入歐 我們思維要脫亞入歐 到那個境界裡面去 所以 所以 有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 美國 打進伊拉克 跟伊拉克 改政府 改憲法 阿環頭 你看 美國跟日本 戰爭 美國 戰爭 對不對 美國會跟日本改憲法嗎 有啊 有嘛 對不對 來 他把他這樣改啊 他給四千年 五個契衫 不要再要這個主導 把日本的憲法改掉 他改第一條 他變這樣 The Emperor shall be the symbol of the state 天皇仍然是國家的象征 所以 天皇他當那個日本的主權者 Sovarine 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印象有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 但是呢 而且 Unity of the people 天皇也是人民的集結嘛 那跟這個圖有沒有一樣 那跟這個圖有沒有一樣 有沒有 天皇是國家的象征 是人民的集結 所以天皇還是主權者 有沒有 有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 那個 他是國家的代表 沒有什麼改變 但是 天皇在行使 主權的權利 有沒有改變 有 好來 有改變 在這裡 在這裡 Driving his position from the will of the people with whom resides sovereign power Sowering power 跑到誰的身上去了 沒有在天皇的身上 跑哪裡去 人民的身上 跑到人民的身上去 因為這個 這樣改下去 所以 日本國改變之後 他是不是 選舉 選舉 選國會議員 國會議員選選 之後 是不是有一個 新的日本國 日本國 來組成一個日本國政府 對不對 那個政府 他本身 有擁有 沙文人的那些土地 沒有 但是他有沒有 沙文人的那種 權利 有 因為權利 跑到人民的身上 人民透過選舉 組合成一個新的政府 這個政府 他有管轄權 但是這個政府 他有沒有 土地所有權 沒有 因為所有權 還是在天皇的身上 所以 改變之後 日本國改變之後 他的體制變成這樣 所以 美國就很精巧的 把所有權跟管轄權 把它切開了 就把它切開了 因為他還是要保留天皇 這個地位 要不然 日本人怎麼活下去 對不對 好 再來 在古今山和平條 要來 第一條 因為日本國改憲法 成立新政府 所以 他的第一條 就馬上承認 這些人民 對於日本的領土 跟日本的海域 有主權 就是有管轄權的主權 好 再來 跟第二條 日本 你看 日本 Renunce 不是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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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日本 拖延 跟日本 跟日本 跟日清戰爭的和平和洋西亞的方法不一樣 日清條約是什麼 大清帝國大皇帝把台灣澎湖齊齊附屬島嶼 領土的完整的主權 跟永久的割讓給大日本帝國聽話 但是他在這裡 日本就是這個新的日本國 他只能放棄這幾個管理而已 right title和claim 他沒有把台灣的所有的主權 完整的主權全部丟掉 他有沒有資格丟掉 沒資格 因為他只有管轄權 這個就是管轄權 這個就是管轄權 權利 名義 還有請求權 他就跟這幾項的管理 他都放棄了 他只有放棄管轄權而已 他沒有辦法放棄領土 所以領土還是留在誰的身上 天皇 沒錯 所以日暑不贊 美國跟秘書長這兩百多天皇 為什麼要跟秘書長天皇的皇居 二宗前二皇居 就是要告訴你 告訴我們台灣人 台灣正常是大日本帝國 天皇的領土 所以我們在做的動作 可不可以去走台灣獨立 變成一個新國家的路線 不行 因為這土地是白人的 是天皇的 一樣 1952年 國金山合併條約簽了 他們ROC的夜公操 跟他們李煥宜改水公 事實上這兩個地方 由我們控制 有沒有 管轄權 控制權移轉到中華民國了 但是 國際形勢它不屬於我們 台灣朋友沒有屬於中華民國 他們的官員正式的這樣說了啊 那 你現在要相信什麼 對不對 外面的那些還繼續在相信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人的政府嗎 如果這件事情這麼清清楚楚的 那所有台灣人應該要趕快大量涌入 台灣民政府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持續的在跟大家 做法理的介紹 主要就是要讓大家 重新認識 以前我們被人家蒙蔽的 不知道的事實 跟那種聲音 去錯誤的認知 那我們今天 就是要把它導正過來 那我們走我們應該走的路 因為時間的關係 時間的關係 所以 那 我 最後 跟大家 比較一下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因為 我們是不一樣的 新聞 因為 他們 中華民國 跟美國是同兵的 在建議政的時候 他們是同兵的 他們是佔領者 他們是屬於佔領者的那一方 我們是建牌的 我們是被佔領者 所以 我們跟他們是不一樣的 所以 我們台灣人 不能去拿他們的新聞證 我們不能去拿他們的新聞證 因為 他們拿他們的新聞證 他就是流氓的新聞 而已 要流氓的新聞 他要改過他流氓的新聞 取回他應有的 國際上的權利 他只有走這條路 他這條路就是用他 中華民國憲法 據悉為此他是中華人 他是中國人的身份 然後 他 他在台灣 用TRA 用TRA 來跟美國對應 但是 他們最後解決 他們流氓的身份 一定要走一中政策 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 這樣 他們這麼好結束 他們在台灣的 中華民國 流氓在台灣的這件事情 他們這麼好 回覆他們 原來 他們中國人 正常應該有的權利 所以他們是要走那條路 所以我們台灣人 如果對著他們的中國人 是台灣的中國人 他們說要主張兩岸統一 祖國要回歸祖國 你要鼓勵他 勇敢的回去 你不要去拉著他的腳 說不可以 你這樣是被犯台灣 他根本就 他根本就不是台灣人 他如何被犯台灣 對不對 他只是走他回去 應該有的路 那我們台灣人 是被占領方 我們是建白那方 我們是在日內網公約被保護的人民 我們在走路 就是要按照國際法 戰爭法 還有就是和平條約 我們自己要成立 我們自己的台灣民政府 這是一個戰爭法下 應該要有的一個代表 戰敗者的人民的一個政府組織 而且政府組織最後他才會 他才會轉換 當政權還給我們的時候 我們才會回覆正常的身份 美國平安的那時候 我們台灣民政府 就會轉換成台灣的政府 這時候美國結束軍事占領 我們台灣人就出頭天了 所以兩邊走路 根本就不一樣 那你要怎麼混在一起 對不對 因為不一樣的人走路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跟外面的人 這樣子來跟他介紹 你要先確定你的身份 如果你覺得說你是 你確定我就是台灣人 那你應該要來申請這一章 一定要來申請這一章 這一章 我們才可以走這條路 義兄 謝謝